新加坡开户200周年 中就有著名华人教育先驱 南洋侨领程家庚先生 他就是教育的推手 若不是程家庚先生的努力 华侨中学就办不起来 1890年 当时16岁的程家庚 跟随父亲到南洋学做生意 他在米店学习管账 几年间就当上了金鱼 其后程家庚开办了一家凤梨罐头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把制造黄梨罐头的白铁片 转成了战略物资 又发了大财 之后程家庚改种塑胶 成为南洋最大的橡胶生产和制造商 被誉为橡胶大王建立庞大的商业王国 早期的新加坡 英国统治者对华人教育默不关心 有许多小孩读了书没地方上中学 小学毕业才十二三岁还不能就业 在新加坡目睹孩童诗学 只受过九年私塾教育 也没有去过西方留学的成家庚生性 教育是立国之本 心学乃国民天职 他生懂教育的重要性 不同方言机关的富商扛起了办学的责任 身为福建人头家的程家庚也不例外 他在新加坡总共推动协伴五所中小学 包括道南学校 爱童学校 南桥女子中学校 1918年 他召集新马六所华校的校长和代表 合力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 华侨中学 当时他慷慨诚词 希望家长们重视子女教育 共同培养孩子们得智体群美的全面教育 在他大力推动下 华侨中学第一届董事会 以8万元从柔佛书丹手中买下无鸡芝麻 七十一某的地皮 奠定南洋华侨中学在新加坡百年数人的庚基 如果没有程家庚先生 维持对教育的承诺 也就没有今天你我所处的 美轮美奂的华中国际学校 也不会有华侨中学这103周年的辉煌校庆 成家庚新学历史长达67年之久 他曾记先人的遗教 并开启后来的教育事业 我们也秉持成家庚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提倡诚意 培育学生以诚待人 以意处事 1990年3月31日 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在国际江中国紫金山天文台于1964年11月9日发现的编号为2963的小星正式命名为成家庚新 具有历史意义 遨游太空与日月同窥 与宇宙共存 这是成家庚精神跨越时空的体现与标志 仰望星空 他不断闪耀 提醒我们 做人不只要懂得饮水思源 做人也要坚持自强不息 做人也要坚持自强不息